是假的 他一生研究这个东西 物质到底是什么 研究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话说的我们不好懂 我们听不懂 明明存在 怎么说不存在 可是佛经上说的 万法皆空 霍兰克所说的就是佛讲的万法结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物质 是能够堆存在 他研究到量子 这最小的物质 原子 电子 夸克 量子 小光子 这物质是最小的 没有一个物质现象 独立存在 它怎么存在 它是跟大家联系在一起 是一个网的状况 换句话说 它是共同体 它没有独立体 所以说明 整个宇宙 跟我们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 是一体 所以佛讲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完全是真 你的慈悲心生不出来 是你迷失了自信 你完全不了解 此事真相 觉悟的人 慈悲心从哪里 自信你的悲意 不是从外来 你正如的境界越高 慈悲心越大 越高 正道究竟圆满 那个慈悲心确实是 心包太虚 两种杀戒 被科学家发现 对我们修复的人 帮助很大 我们原先对这个 搞不清楚 总有怀疑 听到科学报告 这问题解决 这不是我们自己 产定的功夫 是科学的证明 来帮助我们 化解这些疑惑 问题呢 我们要真干 我们不真干 入不了境界 一定要真干